第四集 对本节目的独家过程播出 以及很Q很轻软的许多东一广 对本节目奖品的大力支持 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无论你的宝宝有多么的可爱 只要你的宝宝是在一周半到三岁半之间 就可以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为每一个家庭都准备了宝贝成长基金 而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可以请到的是明星爸妈 来做的育儿经验分享 以及我们的权威育儿专家 来为您解除育儿的烦恼 下面一起来欢迎今天节目 宝贝观察团的两位老师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李济老师 然后欢迎我们的美女主持西伟 大家好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的光临 那当然呢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会有个小小的环节 叫育儿小课堂 因为有很多年轻的爸爸 在小朋友过程当中 会碰到很多的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有这么几小朋友 他们是属于给爸妈带来外吃饭的烦恼 来看看怎么办 二毛来吃一口好不好 吃一口吧二毛 二毛再吃一口 来来来来来 再吃一口 来 二毛妈妈生气了 你再不吃我给姐姐吃了 妈你看二毛没有乖乖吃饭 我就有乖乖 我能不能多加一个冰淇淋吗 你刚才悄悄把饭倒掉了 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月的冰激凌扣掉了 不要嘛 下个月好好吃吗 最好乖乖的 二毛来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 够了 你先去吧 我给你了 我吃一口 宝宝不吃饭怎么办 李季老师 首先要看 我们看到里头 爸爸跟妈妈是一个对比 妈妈的一个方式是 肯定肯定肯定的不对的 一直追的这个 小朋友也不在状态 父母亲也累 那这点肯定不是一个 让孩子好好吃饭的方式 所以最少最少 应该要从这个 把固定的时间 固定的地点 然后固定的仪式 这个设定好 这样孩子比较知道 现在应该在吃饭的时候 也就比较容易进入一个 这个好好吃饭的一个状态 这是你的意见 你希望今天之前年轻的爸爸妈妈 可以用两位老师的这个借意 来让你的宝宝们 这个按时准点 爱上吃饭 好 那马上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即将登场的宝贝 两岁八对月的 无私最骄傲的是 有一个航空安全工程师的爸爸 因为职业的关系 爸爸照顾宝宝 就像照顾飞机一样 一丝不苟 我的工作不允许任何他做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 也都应该按照规定 我觉得女孩子呢 应该是比较身心浪漫一点 比较有趣 有生活情趣的 有条不紊的爸爸和随行开朗的妈妈 外加有点小洁癖的可爱宝贝 这会是怎样的欢乐一家呢 一起来请出无私的爸爸妈妈 爸爸穿着自己职业的这个 算职业装 对 下航 对不对 咱们不见的航空公司 对 然后呢 航空工程师 应该是一个 要非常认真的这个职业 是是 是单言 因为飞在空中 没有小事 对吗 对对 我们的工作和一个扣子都没有 嗯哼 为什么不能有扣子 因为怕有些工作 它在关键的部位 它会落在 掉在飞机上 掉在关键的部位 掉在那边 会产生一些隐患 那你们在工作当中 还有哪些非常严格的要求呢 就是我们每一项工作 都有它严格的授权 是 你如果没有这样授权的话 你就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工作 否则的话将面临一些处罚 很严厉的处罚 很严重吗 可能会掉离这个职业 哎呦 比方说你换个灯泡 你必须有这个授权才可以 才可以去动 不是因为这个事很小 是 你做不做得了 而是你又没有权利做这个 这不是 必要任何一样东西 一样部件都有它的授权 如果没有授权的话 你是千万不能动的 明白了 先生上班都这么 引颈 他回到家 跟小朋友在家 会不会 有这个职业病 会 要取得授权 妈妈 你又没有喂奶的授权 没有给我弄个威胁 现在是我要取得爸爸的授权 是吗 怎么说 爸爸在家嘛 然后非常地严格 要求宝宝上场 睡觉请不要完整套的程序 比如说 喝完奶 然后洗完脸 洗完瘦 洗完脚 换完睡衣 然后讲完故事才能上场 然后发现起动 有一个步骤没完成 他一定把他连到 从床上点出来 然后叫妈妈 一定要给他完成 我快受不了这个男的了 我在担心后果 你比如说每天好像宝宝都这样 摔牙 洗脸 换衣服 讲故事 睡觉 那哪一天到第二天天上一进去的时候 宝宝瞪着眼睛 你干嘛不睡觉 昨晚忘了给我讲故事啊 你可能自己弄掉一个宝宝在那一夜天上睡不着 不许是孩子哦 我必须要说 对于成人来讲 情绪困扰 最容易发生的时候 就在不预期事件 没有在预期事件里头出现的事情 会造成惊讶恐惧 担心害怕 就很多情绪困扰 都是从这地方来的 所以如果事情能够按照顺序 如果我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话 通常不会有情绪问题 都能针对问题去处理 就不会犯情绪化 对成人一样 对孩子当然也是这样 所以给孩子教养 尤其是睡觉之前 能够按部修班 做那个我们讲睡前仪式 通常孩子都能准备睡觉 所以这一点是很棒了 好 到底是你们家的宝宝 怎么教是你们的事 当然我们也相信 在爸爸妈妈 共同智慧的努力下 宝宝未来一定会很棒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见到 可爱的屋次了 第一关 两位要派谁 和宝宝一起来进入乐园 我去吧 妈妈出发是吗 妈妈比较喜欢我 好 来 这叫跳交易舞吗 效果之后呢 就要来看看 在第一关当中 到底爸爸是否会了解 你们的宝贝 来看看乐园当中的情形 我们在乐园当中看到有一位厨师装扮的人正在吃饼干 这是一道什么题呢 请问您的宝贝会不会吃厨师手中的食物 A是会 B是不会 我觉得我的宝贝会不会吃的 所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 会吃 应该是会吃 好 来 请确认 来看看爸爸是否了解他的宝贝 好多好玩的是不是 你最喜欢玩哪一个 你看你看 这还有一个 这什么 这什么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妈妈出去玩什么东西 一会儿就好 你要玩得开心 你看这么多好玩的是不是 你自己玩好不好 妈妈出去一下 我们大家过来 拜拜 拜拜 哇 底底雪啊 底底雪 人呢 小宝贝 哈喽 过来 过来 我们做好朋友 看我手上是什么 我们走过来好不好 那边有好玩的 这个Hello Kitty很好玩 牵我的小手 小小 先向我介绍一下 小朋友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是来自中国新西方烹饪学校的厨师 我的名字叫 坑格鸡 这是我最新研制的 超级魔法饼干 新奥尔良烤鸡腿 饼干 那送给你 好不好 不要啊 不要没关系 不要我自己吃 因为我这个呢 是我多年研制出来的 很好吃 嗯 哇 好棒啊 嗯 你玩你的没关系 我吃我的 已经太好吃了 嗯 嗯 没关系 不要客气 这里没有人看到 你可以随便吃一个 就当我送给你好了 你只能吃一个 因为很好吃 我只有这么多个 吃完了就没有了 嗯 哇 伸个懒腰 哇 哎呀 好累啊 嗯 要不要吃一个 嗯 要客气吗 我都吃了这么多个了 对不对 嗯 上吧 朋友一场吧 对不对 我问你吃一个好了 来 咬一口 看看什么味道 哇 哇 怎么样 什么感觉 赞叹出来吧 想象一成功 耶 耶 耶 本节目由我们的 青春好朋友 地牙之秀 独家过名播出 我是郭涛 马上来认识一下 即将登场的宝贝 很爱宝贝 胡锡瑞 拥有爸爸妈妈 满满的爱 我从小失去母爱 我知道母爱的重要性 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爱 都要给我的宝宝 每天起床后 我会亲亲我的宝贝 会问她睡得香不香 今天爸爸会带你出去玩 我很爱你哦 我的小宝贝 来 一起来请出 胡锡瑞的爸爸妈妈 大家好 胡锡瑞好 欢迎两位 听说这个 对你爸爸妈妈 有跟宝宝来进行爱的教育 是吧 我从小就失去母爱 然后呢 所以我觉得母爱 对孩子很重要 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爱 都要给我的宝宝 我每天睡觉的时候嘛 我都会告诉宝宝 妈妈很爱你 爸爸也很爱你哦 所以妈妈会一直 用语言来告诉宝宝 那爸爸只能表现 我在闲暇的时候 会带宝宝去公园玩 带他玩一玩小狗 看看花开 教一教花 看看小蚂蚁搬家 好浪漫哦 我想爱的教育 对于 不只是对宝宝 我想在我们这个 中国人的父母 他们直接这个 夫妻之间的交流 其实对爱的交流 也都不足 所以我们能够把爱 说出来 因为爱真的是一个 很复杂的情绪 有时候你不说出来 别人不知道 这一点我觉得是 非常赞成 多让孩子知道爱 今天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陪伴时刻 第一关 谁陪宝宝来进入乐园 妈妈吗 好 来 掌声送给妈妈 不要女儿不要老公了 好 妈妈已经陪宝宝 不发前往乐园的路上了 来看看 爸爸第一关 你要面对的题目是什么 请问你的宝宝 会不会听妈妈的话 待在宝贝乐园当中 A会 B不会 平时他听妈妈的话吗 比较听妈妈的话 那这一次妈妈会告诉大家 他待在宝贝乐园 妈妈可能会离开 你觉得他还是会听话吗 我觉得孩子会 我比较相信我的宝贝 不会跑出去找妈妈 对吗 不会的 好 来 请确认 A会 一起来看看 爸爸是否了解 他的宝贝 哇 他跟你说 什么呀 好开心 那个 那边 这是什么的 哪里 是垃圾桶吧 哪里 那个 你去看一看好不好 那边好怕 有谁呀 那边是谁 镜头 你跟上去 哈喽 嗯 嗯 怎么了 干嘛 待会你看刚刚出的饼干 妈妈帮你出去 拿点水喝好不好 好 然后呢 那待会 也许会有别人进来 你可不可以 跟他离开这里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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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别了 待会如果有人进来 你可以跟他出去吗 记住 千万不可以啊 那你自己跟着 你们先玩一玩 好不好 你先跟上去玩去吧 好 好 好去吧 抱怨拿点水 再会回来啊 好 好 好 她要去找那个 摄像机了 哇 这好 好好玩的东西呀 你在哪里呀 哈哈哈哈 那怎么 哎呀 你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哪里 要不要出来跟我一起玩呀 你认识我吗 我是米妮老鼠呀 你喜不喜欢我 你叫什么名字呀 那你要绊绊躺啊 那你告诉我 你的名字才可以给你哦 你叫什么名字 你好 你要到外头 你要到外头去啊 那我刚才躺在你 我带你出去好不好 我比较会担心 他对别人太友好 会被陌生人骗走嘛 平时在家里也经常教育他 但是今天通过这个节目 发现自己的教育 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你看看 这边好多好玩的呀 这边有乔虎 你要出去玩啊 不玩乔虎 哎呀这是什么 大乌龟呢 你要出去吧 那我带你出去好不好 来 那我们去叫门好不好 来去叫门 好 出来啦 挑战失败 哎呀 不光挑战失败 你女儿让人很意外 所有小朋友不应该干的事 他都干了好像 是 从陌生人手中拿东西吃 那那么可怕的小黑屋 他进去了还不出来 你知道吗 真的是你女儿的胆子 怎么来的 这点随你 随我 胆子比较大 好 那这个大胆子的宝贝 我们一起来请出她 还有妈妈到我们的场上来 来 有请两位 宝宝光是长得很漂亮 而且属于那种 很有长辈缘的那种 你笑 满脸都在笑 你知道吗 他从进去开始 就一直在笑 因为我看一般的小朋友 进去 先是一弄 他一直从头笑到尾 像一个天使一样 真的太棒了 对于他来讲 今天的一个过程 是很快乐 他的收获比玩具大礼包还大 我们把掌声 送给大方的小朋友 还有他的爸爸和妈 谢谢你们 本节目由我们的青春好朋友 地话之秀 独家贡名播出 我是郭涛 马上来认识一下 即将登场的宝贝 三岁两个月的法迪尼 来自一个幸福美满的 回族家庭 法迪尼是一个 很懂事的小孩 有了他以后呢 我觉得给我们两口子的生活 添加了很多很多的欢乐 他就是我们的月亮小公主 一起来请出法迪尼的爸爸妈妈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法迪尼的妈妈 我叫玛丽 是一名舞蹈老师 哎呦 那旁边这位男随从 你跟他 是 我是法迪尼的爸爸 我们都是来自北京 我现在是在做清真饮食 清真食品 这种贸易工作 其实看身材就知道 爸爸真的是属于那种高大威猛型的 可是好像 呃 在家里 太太的意见会比你略重要一些 是吗 对 心甘情愿吗 必须的 哈哈哈哈 犹豫了一下下 对啊 真的 我觉得一个男的需要证明自己的强大 不需要跟太太去证明 法迪尼的爸爸这点是我绝对要推崇 而且实在要建议所有的我们国内中国男性都要学习的 哇 这个因为你把老婆伺候好 我们这时候不讲了吗 老婆就更有心思把你的孩子养好 先把这个老婆伺候好 这个不要讲逆来顺受 你让他情绪稍微高涨一点 哇他就开开心心的把孩子顾自己也讲好了 饭也烧好了 什么把尸把尿都弄好了 那你乐得还轻松 这家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叫欲情顾重 欲情顾重 第一关 谁陪宝宝进入乐园 这个 轮不到你回答 您说谁 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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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跟爸爸玩的比较多一点 要听爸爸话 而我对孩子就比较腻 爸爸就有点威严 所以您要指派爸爸进入乐园 来 掌声送给爸爸 加油 拜拜 爸爸 转身 下去的时候都慌里慌张的 你知道吗 其实还回头跟他说再见 爸爸陪宝贝女儿已经出发前往乐园了 妈妈一起来看看乐园当中的情形 这个怪怪神叔拿着一个什么呢 是万花筒还是望远镜 来 看看妈妈要面对的题目是什么 请问你的宝贝 在90秒的时间内 会不会偷看万花筒 A会 B不会 华丁尼算是好奇宝宝吗 是好奇 他会不会去偷看你这个万花筒 会有人引导他吗 会说你来看 这个有趣的时候他会一直想方设法让把电影视看 会想方设法让他看 OK 那他就会看 所以你会选择A会看 会会会 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再生病对吗 对对对 来 请确认 A会 来看看妈妈是否了解她的宝贝 好宝贝 你喜欢什么呀 很喜欢这一大一 我对你很喜欢这样 小学民走到小 这边 对啊 还有小桥呢 小桥 你要过桥 你自己能解决 起来了 都松上了 挺好的 这个营造多好 他自个儿就又快 这里又跳 好不好玩啊 这里头 好玩 这是什么看 桌子 坐这看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华星 你是哪里的人啊 回祖 你是什么 回祖 你是回祖啊 人没问你回祖 一要爸 等下妈妈就过来啊 丢不了啊 好 哈喽 小宝贝 你好 哇 你这个好漂亮 叫什么名字啊 把布 把鸡 我叫葡萄干 这是我把鸡 最年网的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 叫万花筒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帮我按一下这里 谢谢 我看一下 把鸡你在叫我 我是不看动画的 把鸡在这边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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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开起来怎么用啊 我真的好不看 我看得出 喂 哦耶 哇 照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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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鸡在鸡 我打出气了 哈哈哈 还有肚子好痛 我出去一下 还有肚子好痛 你知道我看一下 不能看哈 好 我把鸡在鸡在弹幕里面 我给你拍照 我可以拍照 我把鸡在这里 你把鸡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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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开 消息 那和我们那一块 生活过程中 他就是好奇心 是比较谈的 但是我们在教育他的时候 就是在没有家长同意的情况下 他也不会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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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看了 法定尼终于将时间快到了 最后那一刻呢 法定尼是受不了内心的交战 抓起来看了一下 其实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把 可爱的法定尼和爸爸 请出来有请两位 嗨 你好漂亮哦 今年几岁 三岁 你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孩 是不是 那你看着这边那边 有个叔叔有个阿姨吗 你刚刚在里面偷看了个万花筒 都被我们看到了 我们来听听 李继叔叔的意见 今天这个活动其实是一个蛮经典的心理学实验 这个叫做心智理论 就比如说在三岁到三岁半之后的小朋友 如果你请他不要去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你离开现场 他如果知道你不会知道他会不会偷看的话 通常比较聪明的小孩子都会偷看 都会去偷做这些事情 这跟他听不听话没有关系 而是他的心智发展了 他明白我做了这件事情 你不知道 那我做了就不会被你惩罚 所以这是心理学家通常来去检验 在三岁左右小朋友 他心智发展的状况 所以法定理他不是说谎或者偷看 而是他开始变聪明了 接下来要不要来挑战第二关 如果第二关挑战成功 你们还可以得到一份旅游基金 要不要 要 还要不要去玩 yes 还要玩是吗 好 第二关 谁陪宝宝进入乐园 还是爸爸 还是我妈 还是爸爸是吗 来 掌声送给法定妮和爸爸 加油 加油 一会见 我们一起来看看乐园当中的情形 这是什么 饼干 好多饼干 这么多的饼干 到底妈妈面对的题目是什么呢 来 请问 你的宝贝在90秒内 能把饼干交替颜色叠至几层 A0到4层 B5到7层 C是7层以上 啊 啊 曲终吧 5到7层 是 宝宝平时在动手能力强吗 可以 好 你要选择的是第5到7层 请确认 好 一起来看看妈妈是否了解她的宝贝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点灯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蛋糕 这个呢 点灯 不能吃啊 不能吃 看看啊 你看一个一个飞的一个黄的不能吃啊 你看啊 一个下一个是什么 对 拿好了啊 再下一个呢 好自信的表情 看看什么颜色 好 再下一个呢 你给拿 你拿 看什么颜色 对 拿 好 爸爸把这都放回来啊 看你能麻不麻 怎么你现在可以麻吗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觉得你们女儿像一个明星吗 一个组合 那个SHE里头的 我要先表扬这个爸爸 不仅是老工作的称职 这个父亲指导的 也是在我看到这么多的老爸来上节目里头 指导小朋友做动作做得最在行 已经是我们那个专业幼儿老师的程度了 父亲有时候在家里头指导孩子去发展和学习这部分 反而有另外一种亲和力和另外一种能力 我觉得今天小朋友能完成呢 爸爸鞠躬左尾 这是真的是要给爸爸最大的一个鼓励 做得太好了 你厉害的爸爸跟宝宝的这个表现 都在妈妈的掌握之中 所以他们两关大获全胜 商量一下要不要挑战最后一关 妈妈 还要 所以呢 爸妈妈也同意了 好像是一关是吗 谁陪宝宝进入乐园 你要爸爸陪你进去还是要妈妈 还是你啊 谁 还是爸爸 来 掌声送给爸爸和法蒂尼 加油 第三关咯 爸爸和法蒂尼今天出发前往乐园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乐园当中有这么三件物品 第一个是一个眼镜 第二个是一个包包 第三个是一个未来采用得到的小小化妆盒 那现在这三件物品当中呢 有一件物品就代表着咱们的宝贝成长基金 现在妈妈你要认真研究猜一猜 寝贝进去选择了哪个物品 哪个就等于宝贝成长基金了 不是看见我 哇 化妆盒 来 请确认 化妆盒加油 化妆盒 一起来看看妈妈是否了解她的宝贝 然后后来归宇转了一圈 我就看她的眼神似乎描到了化妆盒上 心里就稍微的舒服一点 这是化妆用的 这个呢 上班的包 上班的包 里边能放好的东西是吧 这个是什么呀 眼镜 怎么做 这三样东西拿一样东西拿一个 你喜欢哪个你就拿哪个好吗 拿完之后呢给爸爸 爸爸给你戴上好吗 好 给你那个好吗 好 去吧 我看到这个三个礼品的时候 我心里边反而也是咯噔一下 眼镜然后包包还有这个化妆 在家里边都是她特别喜欢的 她有时候经常在家里边拿着她妈妈的 眼镜现在带上 嗯 还有一个在家里边拿着她妈妈的眼镜就戴上 嗯 还有一个在家里边拿着她妈妈的眼镜就戴上 迸签包也在家里面跟着她妈妈的眼镜就戴上 老黑的这个时候 我要上班去了 我要上学 非常幸运 很幸运 很激动 我没想到 我只是觉得 我应该很 很自然地去做这些事情 很真实地去做这些事情 很真实地表现自己和孩子 当然在真实的情况下 做了真实的视频 我觉得很高兴 时尚运动穿赛奇 也要特别感谢的是 赛奇时尚运动 第一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节目的最后 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 搜封视频 乐视网 PPTV 风险网 风华视频 暴风银 优酷主动网 以及爱奇艺PBS 中心网视频 网易视频 以及选择看看的 视频合作网站的大力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的是 中心网娱乐 搜尾娱乐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网娱乐 以及搜封视频的支持 再次还要特别感谢的是 青春好朋友 第二技术 对本节目的独家观伴播出 以及很Q很清润的 喜多多夜光 对本节目奖品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